Hello,Ember,你好,今天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 那刚刚跟你聊了一下,那我发现你让我非常好奇 在您这个年纪,我不说你是什么年纪,可以保养得这么好 刚刚谈过了,可以你很简单,转的再说一下吗 然后再说一下你的创业的这些事情,好吗,谢谢 我快要40岁了,然后我看起来比我实际的年轻一些 年轻很多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生活作息还蛮健康的 因为我每天早上会早起,然后我会先跑五公里 然后我每天大概会让自己至少走一万步 对,那还有就是生活方式,我尽量让自己比较peace一点 就是活动情绪会太大 那会有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是在金融业 然后我高高电子比较多 那这两年我回到台湾,然后开始就觉得应该要让自己做一些对盛位的公益友 帮助的事情 那当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每天可以快乐 那快乐可以让大家联系 那在谈到创业 我以前在大陆是做房地产的 然后我常常看宋明 所以台湾的时空照,它是一个还蛮受欢迎的标志一个礼物 那有一次,一个突发奇想 然后就几个朋友大家就想说,你要让自己来做一个公益友帆 所以呢,就开始创造了一个主于我的手工照公益友帆 那有一次应援契会,我就跟台北的一个火机丰富的部牌,叫Sophage 给他们认识 然后他们帮我创成了28农业市集 然后我就每个月有一个当地的食材 然后集合很好的油品 然后就做成一块来取那个月的照 然后这一个活动方式,就还教大家做照 然后呢,成品呢,我们就会去做伴授 然后伴授之后,我们就把部分的营收的利益 然后呢,我们的Jakots在机构 所以让这一个牌它变成的CSR 然后去年一整年,坦白希望的就是做完一整年的活动 然后呢,就把它集结成册,然后变成一本书 然后这本书呢,在陆克莱,那还受欢迎的 那这是去年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呢,刚好无意间,我的这个品牌的其中的一个朋友 他告诉我说,在院里的幼稚,他今年有点滞销 对,那我就在想说,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 那刚好我的团队今年拿起了甜点师 还有调香师,那还有很多的造医师,那还有设计工作者 那我就说,好,那这样好了 今年我就用院里这边的柚子 还有一系列的柑橘类的产品 那我们就创造了一个主题 叫做柚子的柚子罩 跟柚子相关衍生的护肤产品的礼盒 然后这个领盒呢,我们的概念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把柚子甘橘类的东西我们做成精油 然后用调香师,它去以柚子精油为一个主题 然后创造一些不一样的香味 那以这个香味,它要走比较国际市场的 然后,因为必须要国际市场 你在做这些衍生产品的时候 你的效益才会更高 对,然后你帮台湾的农业 你会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做这些东西呢,再跟一些气点 在后端的香手跟企业去做结合 然后去谈一些更有趣的故事 那前端呢,就是跟这边的农屋那做 做一个整合,串成一些比较有趣的部分 那柚子罩,它只需要皮 对,那果肉的部分怎么处理呢 那我就结合我这边的甜点师 还有厨师,然后教大家做成柚子果酱 然后从柚子果酱衍生出来的一些创作 比如说用柚子果酱做蛋糕,做饼干 那甚至是做烤肉用的一些酱料 就是教大家做利用 因为台湾的农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是 大家只会卖水果 然后比如说乙文蛋 它过了中秋,就不会有人销售 但如果今天你的材料突然爆增的时候 你要怎么玩 那你应该要有办法让它变成一整年的活动 那一整年的活动 你再结合当地的环境 然后跟观光做结合 或者是跟在地的文物做结合 串起完,这一个程度变量 它才会比较大 那这是我,现在我这个品牌 我想要做的事 谢谢大家 很棒,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